阿波罗新闻网 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陕西诡异大案最新消息 船高官被灭门 武嫌犯是退伍兵 录制监视器 连到中国服务器 韩国军方及拆基地1300设备 说俄罗斯必败 刘亚洲接班人 触怒高层 微薄被封 对乌军在拜登卸任前打赢不报幻想 美官员透露未来目标 范思 北京中将侵略 美军武器全给乌克兰不利台欲敌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副频道 今天是9月14号 星期六 我们的主频道每天发布6到7个视频 获取被忽视的关键信息 做出最佳选择 我们的报道 祝您看清真相 规避风险 欢迎您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传播我们这个频道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陕西诡异大案最新消息 传高官被灭门 武嫌犯是退武兵 近日 陕西咸阳警方发布一则延迟49天的悬赏公告 通缉5名嫌犯 外界猜测他们与一起高官全家灭门案有关 9月5日 咸阳警方宣布 张志豪 冯龙 赵俊庆 张鹏飞 景卫卫等5人 涉嫌重大刑事案件 并于2024年7月19日潜逃 警方未解释为何案件延迟至今才发布公告 也没有具体说明案情 仅称这是一起严重刑事案件 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揭示了一些细节 来自陕西的警察吴永强在微信朋友圈爆料 7月19日 陕西商洛市商周区发生一起恶性杀人案件 导致十一网易伤 吴透露 公安部已派员调查 但案件被压下 禁止报道 此消息迅速被屏蔽 但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尤其是案件涉及的隐秘性和政府的应对态度 随后 更多未经证实的消息传出 9月6日 海外社交媒体平台X上 有消息称 这五名嫌犯是退伍老兵 他们涉嫌团伙作案 抢劫咸阳一名高官的家 并将其全家灭门 进一步的消息指出 这五人来自不同省份 包括河南 陕西和辽宁 他们的职业背景各异 从浴池经理到汽车修理工不等 但都曾是退伍老兵 据传 案件中的遇害者是陕西咸阳市副市长 网民注意到 9月6日的咸阳市委全会名单中 副市长王洪斌的名字缺席 进一步推测他可能就是遇害者 警方目前正进行全方位排查 但官方尚未公开案件细节 对此 海内外评论纷纷 民运人士王丹撰文指出 这起案件若属实 或将成为继杨家事件后的 又一社会性暴力案件 杨家因受不公平对待 于2008年进入上海公安局行凶 造成多名警员死亡 王丹认为 随着社会不公 官员腐败等问题 长期夺不到解决 中国社会结构性的暴力事件 将逐渐增多 并可能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 许多网民将这起事件 比作古代起义故事 有人戏称 这武侠闹显阳 或许就是现代的李自成和张献忠 案件的真相还有待进一步揭示 但无论如何 这已成为引发广泛讨论的热点事件 录制监视器连到中国服务器 韩国军方及拆基地1300设备 韩联社13日引述一位不具名的军方官员指出 韩国军方最近出于安全风险考量 拆除了基地约1300台的录制监视器 因为这些监视器可连接到中国的服务器 尽管军方暂时并无实际数据外泄的情况 但还是决定提前采取预防措施 避免潜在的安全风险 报道称 这些设备是一家韩国公司所提供 但军方今年早前进行设备检查时 发现这个设备的原产地来自中国 不过这些设备并未用于朝韩之间 高度戒备非军事区的警戒行动 而是用来监控基地的训练小组和周边围栏 韩国国防部13日证实 当局正陆续回收这些外国制造的设备 并改以其他监视器代替 但当局拒绝透露这些监视器的具体生产地点 去年 澳洲也曾因报道揭露 录制监视器可能引发安全风险 移除了国防部和外交部里 中国制造的监控设备 显示各国对中国技术 在敏感区域使用的警惕性 说俄罗斯必败 刘亚洲接班人触怒高层 微博被封 根据大陆时评人司马平邦 9月11日发布的微博截图 9月10日 中共军修所党总支召开扩大会议 通报了对工方兵的处分 据悉 工方兵在这期间 因两次发表违规言论 受到高层警告 最近又因俄乌战争的言论 与中央政策背道而驰 被北京市纪委党内警告处分 大陆公开资料显示 军修所全称军修干部修养所 归属中共国务院退役军人事务部管理 北京的军修所 则属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管理 虽然中共宣称 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 但其暗中支持俄罗斯的立场 引发西方批评 工方兵因俄罗斯必败的言论被处理 也说明了中共内部对该问题的高度敏感 工方兵的微博账号 工方兵在思想已被禁言 并完全消失 公开资料显示 工方兵曾是国防大学教授 1962年出生 拥有大校军衔 并担任博士生导师 他被认为是由刘亚洲网罗 进国防大学 曾被视为刘亚洲的接班人 刘亚洲是中共红二代 军二代 曾担任国防大学政委 2017年 刘亚洲提前退休 2021年传出因涉贪腐案失踪 至今仍没有官方通报其具体情况 对乌军在拜登卸任前打赢不报幻想 美官员透露未来目标 华尔街日报9月12日报道称 拜登政府对乌克兰在其任期内赢得战争 不报幻想 由于国会批准额外金援的机会渺茫 白宫正在讨论如何在未来四个月内帮助乌克兰 高级官员表示 目标是尽最大努力改善乌克兰的战略地位 但不会对乌军能在短期内达成重大胜利 抱有太大期待 美方官员透露 白宫正在考虑放宽地理限制 允许乌军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然而 五角大楼对放宽武器禁令池保留态度 主要担心美军库存不足和此举对战局的长期影响 虽然乌克兰方面一直要求使用美元的 ATACS导弹打击俄境内深处 但美国官员认为效果有限 乌克兰在8月的库斯克行动导致局势紧张 美方官员私下担心乌军过于分散兵力 可能削弱乌冬防线的防御能力 拜登政府希望基辅集中力量防守乌冬 同时为其提供足够的武器 以增强其战场和谈判地位 但面对俄军的持续反击 这一任务充满挑战 范斯 北京终将侵略 美军武器全给乌克兰 不利台欲敌 川普的副手范斯J.D.Vance 在播客节目《肖恩·莱恩秀》 《The Sean Ryan Show》中 多次抨击拜登政府外交政策软弱 认为美国将所有武器都送给乌克兰 可能让台湾在应对中共入侵时 处于不利位置 他表示 我不知道台湾现在是否有足够的武器 来抵御中共的入侵 范斯指出 习近平目前在政治上 并不处于最强势的地位 或许五年后 等到其政治地位更加稳固时 他可能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他还提到 美国的爱国者飞弹系统 对台湾至关重要 但因乌克兰的需求 美国每年仅生产550枚爱国者飞弹 即使年产量增加到650枚 仍远不及乌克兰需求的三分之一 范斯认为 美国应优先考虑 避免中共入侵台湾 因为这将对全球经济 特别是芯片产业 造成灾难性影响 请大家多多传播和订阅 我们的主频道和副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选全部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内容 一些观众询问 如何找到阿波罗网主频道 您在我们的频道首页向下拉 有主频道的图标 点击就可以进入主频道 在每个视频描述下 也有主频道订阅 加入会员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祝您周末愉快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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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